就请大家来分享一些 没有发表过的 或者是特别想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些demo 和他的故事 好不好 好 我们就从这里看上去 最有故事的人先开始好了 禁闻吧 禁闻 别涂了粉条子了 快 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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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粉条 干净了 我的哥叫做早晚 有一天去找我们公司的同事玩 他家里很乱 没收拾 就我没去过他家 他说他家里很冷 空调只能治冷 不能吹热风 还没有跟女朋友结婚 就跟我闲聊嘛 然后还跟我说 每天要骑共享单车 那个小黄车 跟女朋友一起上班 然后我回家就写的这首歌 叫早晚 早晚有一天 就早晚有一天会好嘛 生活中平凡的人很多 就有很多上班族啊 每天也是房间也很乱 然后也没有什么好的伴侣 可能还没有找到 或者找到了也 还没有合适的结尾 在就是结婚啊 在一起 但是还是一切都会好的 就是这个世界还是很好 很美好 然后我就写了这个早晚 好听哦 想听 他写的歌都很好听 早晚 早晚 劃烦 房间折磨了 冰箱只睡惋 床的美患 日子安不秋半不嫌不淡 总来不及去早饭 打算我早有打算 转几个全款再找一个吧 下雨你给我送散 电影我买单 要这样一语散散 不惊不满 好不会太晚 七小黄晒太阳 很慢很慢 也会孤单 没时间善感 总会有我的喜欢 我爱你 王清文 加油 也许平凡 也许太难 生活啊总要过一关 这一关 也会遗憾 遗憾个几段 早晚有我的圆满 尸平凡 尸平凡 好听 谢谢 好听 好听 尸文 他们说这首歌很适合我 你要卖给我 要卖给申明 现在就交易起来 老师来写一首给你 好好听哦 他写的很多首歌都非常非常好听 有天赋 有天赋 齐小黄晒太阳很暖很暖 好温馨啊这个词写的 他真的是好声音里面唱原创唱的最多的一个人 没错 因为老师就是不让他唱别人的 我一直到最后总决赛才让他唱了一首别人的 对 这是因为导师的原因吗 导师的原因 导师的原因 导师要求 导师要求 对 靖人啊 我问你个问题哦 你有没有觉得你来这个节目之后 你有 你自己发现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很多不一样啊 比如说呢 我坚强 然后我开朗了 真的 你真的开朗 我刚刚就跟华少哥说 我觉得他变开朗好多 他很像老父亲这样子 老叔叔啊 老父亲比较像李老师了 老叔叔 老uncle这样子啊 老师给我发微信说让我好好表现 李老师说好好表现出来 大家就会喜欢你 钱就没有画 可是很安静 他也慢慢会问我 Amber可不可以帮我教我怎么跳舞 有时候新闻也会就突然就教我东北画 我觉得就很有趣 就是就慢慢慢慢就画也变得多 因为这就是标榜音乐社交节目 我真的感觉到大家都很照顾你 像我十六岁的出道 其实小时候我们是新人 我们怕生 没有人会理你 他们只会觉得你不懂事 他们不会教你怎么懂事 可是我感觉到这个节目 大家不管年纪 不管资历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在一起 就是很舒服 很简单 所以你可以更放心 跟我们一起走到节目的后半这样 所以到后半就是放开自己 放开 大家都对我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 世上好人很多了 你面前就坐着一个 谢谢